另外台东元宵神明绕镜活动 今年因为疫情而紧急喊咖 而至于明年办不办 主办单位台东厅后宫也做出了相关的决定 透过镜头一起来了解 美风元宵节台东市街道炮声隆隆 各地游客竞相抢看绕镜活动重头戏 炮炸喊单言一瞻才气好运 不过今年全球疫情严峻 地方30年来首次停办元宵绕镜 各界关切明年元宵活动办不办 主办单位台东天后宫宣布 决定在111年2月15号16号两天 依传统举办远消神明绕镜 但若疫情持续升温将依政府规范停办 在全核疫情控制与延续传承宗教文化礼俗下 台东天后宫董事会决议 一例举办两天绕镜活动 但也设下限制规范 包含报名绕镜队伍需采实联制 参与者要持一毛黄卡或是两剂接种证明 希望绕镜符合传统欢乐的元宵气氛 也兼顾防疫避免影响他人 今年因为比较缓和一点 我希望能几半就几半 尽量就是大家在这个年前 千千打过第一剂也好 让大家都比较安心一点 我们一样会像之前做那个防疫者准备 距离也是要保持 跟店家还是说信徒的距离都要保持好 台东天后宫强调明年绕镜活动 严禁设临时生坛和钢管女郎表演皆神明 避免拉长绕镜时间 而所有活动要在晚间12点结束 不遵守规范的公庙 未来三年不邀请参加 接下来台东市报道